山东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 昨晚在日朝闭幕 本届省残疑人运动员追逐梦想奋勇拼搏 交出一份自强不息的感人答卷 本届省残疑会共设置17个大象 700余个小象 150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参加 经过激烈角逐 共决出金牌786枚 银牌539枚 铜牌441枚 青岛市获得金牌榜第一名 日照市政府获特别贡献奖 济南市等17个代表团 被授予体育道德风尚奖 屈赋师范大学等7所高校 被评为山东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 志愿服务工作优秀组织单位 闭幕式上还举行了 省残运会会期交接仪式 山东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 将于2026年在临仪式举办